民眾深夜開車突然正前方 一名男子喝得醉醺醺 突然跳舞出來肉身藍車 手上還揮舞著工業用噴燈 駕駛當場驚呆了 二話不說 立刻打倒退檔 加速倒車有多遠 閃多遠 這是怎樣啦 好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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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家這樣是怎樣啦 沒人家這樣啦 事發地點在屏東沿浦鄉 警方貨包到場 發現醉漢蹲在路邊難能自語 疑似喝醉酒 發酒風才會拿噴燈藍車 檀南市新門路傍晚6點多 垃圾車定點收垃圾 工作人員轉動看沒人了 垃圾車加速前進下一站 但這時一名富人突然衝出來 兩度舉起垃圾要丟 但因為太遠丟不著 最後重心不穩 整個人摔倒疑似昏迷爬不起來 立即停車擺放三角錐 並在旁邊介入富人安全 舊屋車到場 富人手腳擦錯傷拒絕就醫 網友看到後留言 說以為他的頭被垃圾帶蓋住了 說他追車然後跌倒 路邊危險追車的行為 提醒民眾垃圾車開走了 可以大喊等一下 車子還是會停下來 邊追並丟一不小心容易摔倒 或是發生車禍換來買身傷 記得上次好再關上王書宏屏東台南報導